終於我被問到了 好開心 終於換我了 那我要講 我直接講 兇手是誰我可以直接講 馬上接到林心如電話 說出來就不得了了 王柏傑王靖出席精品活動 身為近期夯劇華等出帥的演員 得知兇手是誰 王柏傑可是驚呼連連 超 超震驚 超震驚 就是 哇 我有嚇到 有沒有很多朋友來問你 兇手是誰嗎 真的嗎 我個人真的是 我也是不曉得 因為我畢竟 就只是客串的 我有曾經想要詢問過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在片場 大家實在是太神秘了 然後我就是 原本都不想知道的 被大家搞得就是 我也好想要知道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問小連導演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兇手到底是誰 他就說幹嘛跟你講 對 連你都不講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不想不講 算了 就算是客串角色 也無從得知兇手是誰 可見華丹出上劇組 真的保密到價 而王靖在其中的精彩演出 跟獲得大批網友的讚賞 他謙虛的表示 我真的覺得 就是很謝謝大家的支持跟肯定 但是當然自己看 還是會有覺得 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改進的 因為畢竟是客串 所以其實 我們拿到的篇幅跟篇章 就只有我們自己演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們比較無從去知道前因後果 然後我就會覺得 在這樣子有限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自己的表演 還是可以再更好 你有沒有想說 其實蠻想演出 媽媽這個角色 對啊 其實我一開始 就是得知 就是這個劇本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說 我覺得蘇瑪瑪這個角色 還滿有挑戰性的 我很想要挑戰看看 但因為小連導演 他認識我本人非常非常久 我的出道作品就是他拍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像是我演藝圈的 就是爸爸一樣 然後他就看著我說 你別想了 你就是羅宇農 你就是 媽媽 那個小蘇慶瑩 你演不來的 你就是羅宇農這樣 我就想說好吧 那怎麼不讓你挑戰看看 可能對我演技還不夠信任吧 我也不知道 我下次再來好好逼問他一下 為什麼好 蘇慶瑩小時候給王靖演出 相信他也是可以發揮的 零零盡致啦 另外萌波街 不僅是華燈出上的劇中角色 還是劇迷之意 警惑大家的演技真的都很好 就是一直在驚嘆 就是我會覺得 哇 這攝影真的太強了 然後美術 燈光 服裝 然後演員 我會看他們兩個女主角 在標戲的時候 就是你會看著 你身為一個演員 你都會熱血沸騰 你會覺得哇 他們兩個太精采了 然後又又 然後所有演員 我就覺得太棒了 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沒有跟誰對到戲 我超想跟又又又對的 因為他真的私底下也是那個 就可愛的樣子 可愛的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 哇 好想跟他玩 那你在劇裡面有備演 你心裡面角色怎麼變到 對 在拍戲的過程真的還 好像還沒有 真的嗎 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是 就他之前說過 我們在現場是零互動 就是完全 可能就沒有 真的是完全沒有交集 真的是殺青之後才有交集 那他的服裝 你會覺得 戲裡面比較好看 還是戲外表演 都好看 在戲裡面的角色 會比較壞一點 是你在演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他怎麼可以信仰一下 我覺得你第三季看完 再問我 第三季有 轉折 說不定 所以第三季會有很特別的 不一樣的驚喜 會 你們會非常驚喜 就是在於你的部分 我也有 大家都有 對 兇手也有 這樣看來華燈出上第三季 依舊會帶給大家 滿滿的驚喜 完全讓中間採訪報導